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照经验 婚纱摄影师就得要花心思 像是让杏妞躺在水中拍照 这也是新的创意 只是我本人 体验了水中婚纱照之后 就发现当杏妞被拍动幸福 而拍人的摄影师 狗哈幸福 你觉得当水中婚纱摄影师 最辛苦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摄影师 本身就要很有耐心去答应他 然后而且水中的 其实很多动作很多方面 其实还蛮费力气的 当水中婚纱摄影师 不但要会相睡 还要会拍照 另外还得要指导新人摆姿势 这真的非常花体力 只是看看照片拍得美美的 但其实他们得要泡在水里 好几个小时 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词 就是皮肤 为什么要教大家皮肤呢 因为水中婚纱摄影师 他们非常的辛苦 他们在水里头要泡好几个小时 皮肤都可能皱巴巴的 我们今天就请到 我们的水中婚纱摄影师 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词 皮肤 皮肤 看看成品照 是不是真的很美呢 水中婚纱摄影师说 这一行虽然是很累人 皮肤 从西间浸水 对皮肤动摄影 不过看到 信仰三 堵水堵 天水泡 信仰散发幸福笑容 就觉得信慢已足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讲到水中的婚纱摄影 不但是新人很厉害 摄影师也是真的是技术非常高超 你敢挑战看看吗 好了 我们今天学到新的词 来复习一遍吧 来看第一个词 就是新娘服 第二个词就是皮肤 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 来看这句话就是 新娘服在水中自然飘动 你们敢挑战看看吗 在水里面拍摄自己的婚纱照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